澎湖生活博物馆充满童言童语,欢笑声不断 因为增设的儿童专举开幕,并正式与外界见面 活动一开始便由东卫国小直笛队领先演奏 表演曲目有热爱105度的你 木棉道及恰似你的温柔等三首 简单的曲子在学生的诠释与合奏下 赋予音乐不同的生命力 紧接着为十里国小的喜诗战鼓团 演出民俗与现代的结合 在鼓声中呈现丽与美的表演效果 并点燃活动热点 为开幕活动揭开一个热闹充满活力的序幕 包括一掌刘成昭玲,议员苏承秀色 洪过雄老师及多位校长也都到场 一起见证透过互动式的参观及展览互动 强化儿童对澎湖的认识 希望在寓教娱乐中启动学习新模式 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区 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区 让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可以更了解 同步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延续 那在面对当今这种现代社会 还有这些海漂垃圾等等的海洋志愿的一个运用 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体会跟认识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展馆的一个体验 让小朋友跟家长可以多多来走到我们的户外 走到我们的菜宅,走到我们的食物 走到我们朝鲜代理来做这样更多的一个体验 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澎湖的传统文化 让它在跟现在的生活有更多的一个连结 在议长刘成交零与各位贵宾代理下 揭开儿童探索展区的神秘面纱 并由东卫国小四位学生 担任为大家解说展区的小小导览员 展区的展示主题分为 岛屿诞生,与风共舞,依害为生 及澎湖故事四大主题 我觉得说澎湖的希望在小孩子 那小孩子的希望就是在交予 那今天我们这个探索区的看 我觉得可以带给我们小朋友 一个认识我们澎湖 认识澎湖的这个母亲 澎湖就是我们的母亲 她的一切 那我想等一下探索区的一个 一个开放之后 每会有很多朋友 来信心在 那也知道 他们知道说 澎湖的岛屿 澎湖的季节 包括澎湖的各个面向 就可以从这个探索区 来让小孩子的从小 她来这边探索 来这边得到的一切消灭 就能扣扎跟到 他们可能会同意这一个认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短的 儿童探索区开幕一室 请接采 儿童探索区 文化朝有趣 认识 认识 在这里 这一切消灭 这个 这一切消灭 这一切消灭 我们有的 我们必须允论 必须分为四十十十十十十十 我们先从中间的菜 下车的瓜 下风吹 这一切消灭 很快 这一切消灭 我们了解 两切消灭 但是何咒 中间的游泳 这一切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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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手法使用了模型造景 投影互动 手动操作等等 并且对应国小社会 自然 与生活的课纲内容 来加深学童的学习记忆 并透过互动式的参观 及展览互动 强化儿童对澎湖的认识 文化局长王国瑜表示 澎湖生活博物馆 于99年4月3日开馆营运 是一座以专属澎湖风味 及人文内容的博物馆 也是一座集教育 文化 观光 休闲功能与一体的 现代化城市博物馆 今年规划提升 生活博物馆展示空间 儿童探索区 昨日与全新样貌 与大家见面 一讲流程招邻 也期盼未来深博物馆 儿童探索专区 能成为各级学校户外教学的首选 来了解我们的家乡和海洋 记者汪海龙报道 汪海龙报道